欢迎大家收看澳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对澳大利亚作家在间谍案中判处缓期死刑 瞧 垃圾桶鸟 悉尼那个臭气熏天 肮脏不堪淡大多数时候备受喜爱的鸟 美国官员警告 小心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协议中的虚假承诺 马林科维奇让批评者无言以对 钻石队接近连续十个系列三胜利 经济试用房必须受到开发商的保护 请大家收看 中国对澳大利亚作家在间谍案中判处缓期死刑 华盛顿邮报 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拘留五年多 被判处缓期死刑 据一位朋友透露 根据杨的妻子所说 两年后可以将刑期减为无期徒刑 这一举动遭到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彭斯的谴责 威胁到两国之间脆弱的和解进程 杨被指控间谍活动 但中国当局并未透露 是对哪个国家进行间谍活动 垫桥 垃圾桶鸟 悉尼那个臭气熏天 肮脏不堪淡 大多数时候备受喜爱的鸟 华盛顿邮报 澳大利亚白环或称为垃圾桶鸡 已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国家象征 一些当地人喜爱这些鸟类 而其他人则试图将它们从自己的社区中清除 这些鸟类被迫离开它们的自然湿地 在澳大利亚的城市 尤其是悉尼 它们开始搜刮垃圾桶和野餐食物 因此 悉尼居民将它们戏称为户外用餐的 噩梦和有毒的折磨者 然而 垃圾桶鸡也有一批狂热的追随者 有人纹身 有儿童书籍 有壁画 甚至有人试图将其作为 2032年布里斯班夏季奥运会的吉祥物 一些澳大利亚人将这种鸟类 视为坚韧和适应能力的象征 然而 其他人则经历了这些鸟类不那么愉快的一面 它们的粪便会对财产造成损害 并对儿童造成沙门弑军的风险 这些鸟类已成为澳大利亚快速城市化影响的象征 也提醒人们需要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美国官员警告 小心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协议中的虚假承诺 南华早报 美国敦促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新拒绝中国提出的潜在安全协议 警告称与北京方面达成任何安全保证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 几十年来 美国和澳大利亚一直将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并试图阻止岛国与中国建立安全关系 中国提出协助巴新警察部队进行培训 提供装备和监控技术 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 维尔玛表示 中国在国防或投资方面的承诺代价高昂 并警告了威权政权的虚假承诺 马林科维奇让批评者无言以对 钻石队接近连续十个系列三胜利 澳洲 ABC Stacey Malinkovic担任澳大利亚网球教练的任期取得了成功 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Malinkovic于2020年8月被任命为教练 由于他在球员和教练方面的经验和成功缺乏 他立即面临着审查 然而 他此后带领澳洲钻石队连续九次赢得国际系列赛 包括在英联邦运动会和网球世界杯上的胜利 Malinkovic强调 与球员建立良好关系和营造积极的团队环境的重要性 他还接受了战术替补的使用 使团队在深度和多样性方面更具优势 Malinkovic计划在准备2027年世界杯时保持钻石队的第一名 并计划在10月的星座杯上赢得第10个连续系列赛冠军 他承认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 以保持在国际网球中的领先地位 经济试用房必须受到开发商的保护 悉尼先驱晨报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选定的交通枢纽建设经济试用房的计划 如果没有严格的立法和监管将无法实施 据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称 该信认为 这些住房必须是经济试用房 而不仅仅是开发商的另一个意外之材 价格必须有上限 质量必须由政府认证人员检查 并且要阻止海外投资者购买 该信还呼吁政府停止将公共住房出售给开发商 并阻止拆除经济试用房单元 另一封来自悉尼先驱晨报的新称 澳大利亚的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州和联邦政府忽视 该信认为 这一危机的原因是糟糕的政府政策 比如允许海外投资者购买澳大利亚房产和无监管的短期租赁行业 该信还呼吁废除负面扣除 称其是澳大利亚住房可负担性危机的主要原因 一封至悉尼先驱晨报的信呼吁禁止原生林木采伐 认为完整的森林更具任性 而被采伐的森林更热 容易受到侵蚀 更容易发生严重火灾 外来动物和杂草入侵 该信还呼吁为森林产品行业制定可持续的蓝图 政府的燃油效率标准会推高汽车价格吗 这取决于他走的道路 澳洲ABC 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一项 关于汽车制造商碳排放标准的提案 该提案旨在平衡欧盟更严格的要求 和美国更宽松的标准 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是唯一没有燃油效率规定的发达国家 这促使政府采取行动 这些标准要求汽车制造商 每年满足越来越严格的排放限制 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制造商进行处罚 汽车品牌需要确保他们销售的汽车 平均低于每年设定的排放限制 超过限制的制造商 要么需要从其他保持在限制以下的制造商那里购买积分 要么支付罚款 汽车制造商警告说 如果限制太严格 支付罚款或者销售较少的汽车 可能比试图以亏损的价格 销售更多的电动汽车或高效汽车更有利可图 他们询问政府是否可以像美国一样 推出销售电动汽车的奖励积分 如果你错过了 布里奇顿庄园第三季和杰斯 末一的多年来的首部电影的预告片 以及爱约 埃德比里在周六夜现场上的出色表现 澳洲ABC 这篇文章涵盖了一系列娱乐新闻话题 包括周六夜现场最新一期节目 即将上映的电视剧 音乐新闻和一部电影的发布 周六夜现场最近一期节目中的新星因其表演和喜剧片段而受到赞扬 同时宣布喜剧演员Shane Dillis将在两周后主持节目 他因冒犯性言论而在2019年被开除 文章还提到了布里奇顿家族和《鱿鱼游戏》即将播出的预告片 以及爱你《怀恩豪斯传记片》的发布 在音乐新闻方面 文章透露 Talking Heads拒绝了一份价值8000万美元的重剧演出邀约 同时报道称Death Punk有一张未发布的专辑 最后 CA正在与凯莉 米洛和帕里斯 希尔顿合作 而Jessica Malboy 则主演了一部名为《风不守》的新电影 这篇文章为每个话题提供了简要概述 突出了读者关注的重点 它涵盖了各种娱乐新闻 吸引了对各种形式娱乐感兴趣的广泛受众 文章简洁明了 直接了当 为读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以便理解每个话题而不过多得展开细节 总体而言 它提供了对最新娱乐新闻的有趣摘要 澳大利亚不应再成为汽车制造商的乐于接受废弃车辆的场所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引入新车的效能标准 以减少排放超过60% 此举还要求车辆制造商销售更多电动和燃油效率高的车辆 否则将面临经济处罚 政府认为这些改变将为澳大利亚人提供更多燃油效率高的车辆和电动车的选择 并在2028年后每年为他们节省1000美元的燃油费用 然而 汽车行业担心强制销售电动车可能导致市场上汽油和柴油车辆减少 使那些需要这些车辆进行工作或生活的人更加昂贵 精美的收购使拉沃托走上了生产的道路 悉尼先驱晨报 Larvato Resources以300万澳元240万美元的低价收购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Hillgrove金矿项目 该项目包括100万盎司黄金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T资源 Larvato还获得了一个停工的加工厂和勘探包 之前的投资者在该项目上投入了2亿澳元 然后进入了破产程序 Larvato的收购包括500万澳元的环境保证金可以退还 该公司还发行了价值250万澳元的股票和490万澳元的配售 Hillgrove项目位于交通便利的关键基础设施附近 如高速公路、电力、铁路和地区机场 该项目包括一个占地113公顷的尾矿堆 含有黄金、T和乌 Larvato尚未确定黄金、T和乌的平均品位和回收率 该公司计划进行2000米的钻孔钻探项目 以测试Bakers Creek交系统 Larvato希望通过对该项目的工作 能够升级当前资源 该资源不包括尾矿 Hillgrove项目已经生产了超过74万盎司的黄金和4万吨的T 澳大利亚第一家 墨尔本最早的La Pochetta将关闭 悉尼先驱晨报 La Pochetta是墨尔本最具标志性的连锁餐厅之一 将在经营近30年后关闭其其间店 这家餐厅于1985年 由Rocco Rocky Pontaleo和其他意大利移民Falismania接手 随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开设了数十家特许经营店 Rafdown Street的La Pochetta餐厅的关闭 将标志着这个家族时代的结束 他们决定迈向新的开始 追求新的事业 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中国和其邻国之间的战场了 南华早报 南海局势继续升温 菲律宾海军对中国战舰和海上民兵船只 在争议水域的存在表示担忧 菲律宾海军对美几礁周围船只数量的增加感到担忧 该礁距离第二托马斯沙州约23英里 菲律宾政府一直在该地区升级其领土设施 并表示其意图购买首艘潜艇 与此同时 中国警告菲律宾谨慎行事 并表示如果菲律宾在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永久性建筑 将坚决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 进行了一次涉及海军和空军的军事演习 菲律宾已与越南签署了一项海岸警卫合作协议 并在与美国和其他盟友 包括澳大利亚 日本 英国和加拿大的合作上取得进展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唯多多建议菲律宾从印度尼西亚购买反潜飞机 北京指责德国外长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毫无根据地指责 法国和意大利讨论了如何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史蒂夫 奥斯特罗 美国和悉尼同性恋场景的先驱者 悉尼先驱城报 史蒂夫 奥斯特罗 Steel Austro 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纽约市文化界的开拓者之一 他于91岁时去世 奥斯特罗最初以纽约市歌剧院的歌唱才华而闻名 但他最为人所记忆的是在1968年在纽约市安索尼亚酒店的地下室 开设了一家同性恋狱室 大陆浴场 奥斯特罗对当时的场所感到不满意 他希望创造一个与当时肮脏和不友好的场所不同的空间 由于其奢华的装饰和罗马风格的氛围 浴场迅速变得受欢迎 奥斯特罗将浴场改造成了一个音乐场所 安装了一个专门为DJ设计的舞台 并吸引了传奇DJ 卢弗兰基 纳克尔斯 Frenty Knuckles 和拉里 莱文 Larry Levan 浴场还推出了许多后来取得巨大声誉的艺术家 包括贝蒂 米德勒 Bet Miller 巴里 马尼洛 Berry Manolo 和彼得 艾伦 Peter Allen 由于人气下降和对公众关注的不是 奥斯特罗于1976年关闭了浴场 他继续作为一名表演者 并后来搬到澳大利亚 在悉尼声乐艺术学院任教 他在1990年代创办了麦克成熟年龄同性恋团体 为年长的同性恋男性提供支持 一名澳大利亚人被判死刑 彭纳 黄疆面临比这更大的考验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在可能的情况下 与中国合作 在必要时持不同意见的策略面临考验 这是在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被判处缓期死刑之后 尽管有这个判决 澳大利亚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与中国合作 但两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冷静下来 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美国对胡塞反舰导弹进行新一轮打击 英国独立报 美国于2月4日对胡塞武装的一枚陆地攻击巡航导弹 进行了新一轮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这次打击是为了自卫 以应对一枚对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 在红海构成及时威胁的导弹 美国还打击了四枚 准备向红海舰船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 这些打击是对胡塞武装在红海 对国际航运持续进行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回应 美国拒绝排除对伊朗境内进行空袭的可能性 以回应对美军的袭击 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表示 乔·拜登总统决心对袭击美国人员的行为 做出有力回应 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美国最近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了报复性空袭 也回应在约旦杀害三名美国士兵的事件 英国、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新西兰支持美国进行这些打击 而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舍尔和西班牙 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繁荣守护行动 以保护南鸿海和亚丁湾的国际航运 建筑巨头请来管理员 导致21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开发项目悬而未决 澳洲ABC 建筑公司Saint Hills已经自愿进入了破产管理程序 导致澳大利亚境内21个开发项目停工 WLP重组公司已被任命为Saint Hills集团内的7个实体的自愿管理员 该公司的主要项目包括国防部合同和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 悉尼和中央海岸的商业开发项目 该公司的倒闭影响了一些项目 如Gosford的1.5亿澳元冰水项目 纽卡斯尔的1亿澳元双公寓楼开发项目 以及布里斯班的Burnborough Escort退休村 与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债权人的首次会议将于2月14日或之前举行 办公楼房东和运营商的合作伙伴关系 可能会终结传统的租赁业务 南华早报 根据新加坡联合办公空间提供商 The Work Project的创始人间首席执行官 Juni Lee的说法 预计越来越多的办公楼房东和灵活工作空间运营商 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并弃传统租赁方式 这种方式对该行业来说是灾难性的 该公司已获得澳大利亚房地产公司 Dexas的支持 旨在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联合办公运营商 Lee认为 独立的联合办公公司 大量租赁的时代已经过去 预测未来房东和运营商都将共同承担风险 新南威尔士州调查听证会上 负责监督空中野马屠杀的工作人员 称自己在网上受到骚扰 几乎被当作通缉犯对待 澳洲ABC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 对科西乌斯科国家公园野马空中射击进行了调查 听证会上得知 负责该项路的工作人员受到了威胁和骚扰 新南威尔士州公共服务协会 在听证会上提供了证据 指出工作人员遭受了威胁和破坏行为 2022年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重新引入了空中射击 以控制公园内的野马数量 并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 该调查正在审查这一过程 并收到了对空中射击实践的动物福利问题的提问 法庭听证会上 一名女子告诉未婚夫的母亲库特利 比尔几乎站不起来 不会记得被指控的性侵事件 澳洲ABC 前橄榄球运动员库特利 比尔在澳大利亚悉尼因性侵指控而接受审判 指控比尔侵犯她的女性 告诉她未婚夫的母亲 比尔喝得醉醺醺的 她可能都不记得了 指控人的未婚夫的姐姐也作证说 指控人在所谓的侵犯之后的早晨 看起来灵万不堪 宿罪未行 审判仍在进行中 新西兰预计在6月份获得国防能力报告 雅虎 根据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科林斯的说法 新西兰国防部队可能会利用国防卫星来增强国家安全 作为现代化国家军事的一部分 她计划调查国防卫星的可行性 科林斯预计将在6月收到对国家国防能力的审查报告 该报告将指导资金的使用方向 新西兰武装部队目前面临设备老化和人员短缺的问题 新西兰国庆日前 政府与毛利人的关系引发紧张局势 美联社 新西兰的土著领袖批评了政府对毛利人的处理方式 这发生在该国的国庆日前夕 这个假日被称为微塘吉日 庆祝的是1840年英国殖民者和毛利酋长签署的 微塘吉条约的周年纪念日 该条约规定了新西兰政府与其土著人口之间的关系 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和他的联合政府成员于周一访问了条约场地 与毛利领袖进行了公开会议 政府对条约进行审查 并有可能改变其对现代法律的影响的提议 引发了抗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从澳大利亚作家在间谍案中的判决 到垃圾桶鸟在悉尼的争议 再到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 还有一些娱乐和经济的话题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首先 让我们谈谈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军在间谍案中被判处缓期死刑的案件 这起案件引发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并威胁到两国之间脆弱的和解进程 这也再次引起了对中国对外间谍活动的关注 不过 我们不能忽视这背后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 它在南海等地区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样的案件可能成为各方角力的一部分 接下来 我们转到了悉尼的垃圾桶鸟问题 这些鸟类在城市中的行为引起了争议 一方面 有人是其为一种象征 代表着城市化进程中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冲突 另一方面 它们的存在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不便和卫生问题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需要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寻找解决方案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利益 然后 我们谈到了美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安全协议的警告 这再次凸显了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 美国和澳大利亚一直将太平洋 试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并试图阻止其他国家对这些岛国的影响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兴趣也日益增加 这引起了美国的关切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国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对自身安全的关切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让这些国家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澳大利亚女排教练 Stacey Marinkovic的成功故事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对人的潜力进行限制 无论是在运动还是其他领域 她的努力和坚持让她成为一个优秀的教练 并带领澳大利亚女排连续九次赢得国际系列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能够取得成功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悉尼先驱晨报的一些来信 这些来信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一些问题的关切 如经济试用房 森林保护和汽车排放标准 这些来信提醒我们 公众的声音和关注非常重要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改变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一些娱乐新闻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娱乐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世界 从电影 音乐到电视 每个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新的机会 这些新闻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娱乐还是其他领域 我们都需要不断学习和创新 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提醒我们 世界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开放的态度 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同时 我们也需要关注和参与这些问题 发表自己的声音 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或问题吗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好了